人和首发稿件来源,北京人和足球俱乐部官方微博正在西班 牙进行东迅的北京人和,西班牙当地时间1月26日16点迎来 了本次东迅的第三场热身赛,对手则是杰克豪门布拉格斯巴达,经过 90分钟的激战,北京人和1比4布迪布拉格斯巴达,迪奥普罚入了 自己创造的点球,连续两场比赛建功,本场比赛的对手布拉格斯 巴达是杰克第一豪门,多次称霸杰克足球顶级联赛,在1997赛季 到2001赛季曾连续5年夺得联赛冠军,内德韦德,切赫以及罗西 几等著名球星都曾效力过该俱乐部,上赛季,布拉格斯巴达夺得杰克 打击联赛第五名,本赛季已久胜5平5腹肌32分 暂列第五,赛 前准备会时,主教练斯塔诺就强调对手是一支强队,整体风格很具有 侵略性,要求队员们从第一分钟开始就必须全力投入到比赛中,比赛 开场后,布拉格斯巴达就开始了高强度的逼抢和压迫,迅速占据了场 这样的主动,但是主力阵容出战的北京人和凭借着优秀的防守顶住了队 守得进攻,并频频利用反击机会威胁对手球门,第37分钟,北 惊人和后,防线被对手利用个人能力从右路连去摆脱,打门得手0比1 落后,失球后北京人和开始组织起反扑,第43分钟,王刚右路获得 反击机会,突入禁区后的射门被对手封堵,遗憾错过了扳平比分的机 会,下半场一开始,北京人和就开始频频威胁对手球门,第50 分钟,迪奥普在禁区内争顶制造对手犯规,帮助球队获得点球机会 迪奥普稳稳罚路,北京人和将场上比分扳平,随后,北京人和路 续换上了年轻队员,由于比赛经验的缺乏,在对手的高压逼抢下,T 补队员连续出现失误,最终在第55分钟,70分钟和87分钟被对 手连下三成,最终北京人和1比4布迪布拉格斯巴达,赛后主帅斯塔 诺在场边接受了采访,和抢手过招之后的感受,斯塔诺,这 场比赛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尤其是前面的60分钟比赛,我们也创造 了一些机会,在一些时间段内也控制了比赛,虽然在最后犯了一些错 5,场面不是很好,但这还是准备期,通过这场比赛,我对队员们各 字的位置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这场比赛有哪些亮点,暴露了哪些 问题,斯塔诺,总体来说,我对于我们的队员在这场比赛中的表 线都很满意,我们在防守端表现出了很强的侵略性,我们需要改进的 还是在最后一传,如何控制球权,包括攻守转换之后的最后一传,但 是没问题,我们会通过训练去一点点的改善,随后饶伟辉也接受了踩 绑,今天带着队长秀标出战,感觉怎么样,饶伟辉,总得来 说打出了教练要求的东西,因为来到西班牙东迅和这些欧洲高水平的 球队打比赛,本身就是一种激励,虽然今天丢了四个球,但是我们在 进攻和防守方面都打出了主教练要求的一些东西,比分不能说明一切 但是这场比赛也确实让我们吸取了很多的教训,学习了很多 今天打满了90分钟,有什么收获,饶伟辉,上半场因为体能比较充沛,所以在防守上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漏洞,而且在进攻上我们也在寻找一些反击的机会,效果打得也不错,总的来说上半场要好一些 可能是因为体能原因,下半场我们也换了很多的年轻队员,在一些 细节上处理得不是很好,造成了一些失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